擂台上的選手們激烈廝殺 只是手上竟然拿著武器 而且還是枕頭 這場由美國佛州 舉辦的枕頭戰 錦標賽可是職業格鬥競技 參賽者得使用 規定的兩棒中白枕頭 兩兩捉隊在台上互殴 但規矩可不少 比賽一共三輪 90秒內集中對手頭部最多次者 就能獲勝 採取淘汰制 最終勝出者 可以拿到冠軍腰帶 還有清台幣 約13萬元的獎金 只是想要勝出 還不容易 事實上參賽者 大多來自綜合格鬥 以及拳擊領域的好手 上次一名職業枕頭戰選手 就曾經是美國特戰隊員 由於賽事全場直播 在巴西日本和南韓都受到歡迎 阿富汗還有大型基地 有網友笑說 終於找到天職 還有人說不是很血腥 可以鼓勵孩子們 從小培養興趣 吸引不少全球粉絲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生大萬獸之前 先當百獸之王 2022 你就是舞王 新那一年 要像老虎一樣 站出來就充滿霸氣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面對所有挑戰都超有 紅虎氣勢